大家好,我是小宇,欢迎来到冰分娱乐秀 很高兴能够在这里和大家见面 我们会每天准时给各位带来最新的娱乐资讯 冰分娱乐,现在开送 王一博在这季日记舞节目中有两个身份 一个是明星队长,另一个是街舞指导老师 对此王一博只是笑一笑 答复观众们送来的掌声 因为王一博知道 因为王一博知道 观众是来看节目的,也是来学习的 所以不论是自己的街舞表演 还是观众的街舞指导 王一博的表现都很好 那么有一个问题给人注意 记忆王一博23岁的时候 像老师一样指导观众的街舞演技 结果如何呢 一,王一博老师的打扮与众不同 在这就是街舞节目中 王一博作为明星队长打扮起来很特别 而且看王一博身穿英伦西服马甲 和歌手林俊杰的打扮颇为相似 不知道王一博那样穿衣打扮是为啥呢 不过对于王一博的外貌造型而言 确实是很大的改变 毕竟呢,王一博只有23岁 一身外衣的改变 让他从帅小伙子 一下子就变成了街舞老师 是不是让观众感觉到很奇妙呢 其实王一博在外表上的变化 也是给观众带来吸引力的 不然一个打扮一般的人 怎么会有很好的关注度呢 二,观众对王一博的街舞教学很满意 观众看王一博在节目中 谈论街舞表演相关的知识 非常用心 所以王一博把街舞演技的方法 告知了给舞台上的观众 像那样传道授业解惑 王一博也过了一把老师饮 而此刻围观的观众则像结了学生 最后王一博讲解完毕 观众则是收获满满 看样子啊 观众街舞演技的提升 便是指日可待的知识了 还应该看到的是张一星曾经为王一博传授小丑舞的方法 如此一来 王一博在街舞方面的精炼积累 那就多了起来了 这就不怕那些喜欢街舞的观众 学不到更多的街舞知识呢 在这就是街舞的节目当中 王一博成为观众的老师 向观众传授街舞演技方面的知识 这对于一档综艺节目而言 就是一种创新啊 并且随着节目的进行 也让观众从娱乐当中学到了 跳街舞的知识和技能 这样的收获恐怕是很多节目组都不曾经有过的 当然啦也会有观众说 王一博才23岁 比起TFBOY偶像组合来说 当观众的老师是不是太晚了 其实一个明星生的时候 当老师并没有绝对的年龄界限 诚然三人行必有我师嘛 有的明星到30岁才转行当老师 换言之 王一博23岁当老师 比起大学毕业生还算早的 重要的是呢 王一博作为街舞老师 指导观众的街舞是很合适的 王一博的街舞演技一流 与观众比起来呢 跳的街舞还要好呢 所以王一博一直都是 观众心目当中的街舞老师 这部关于王一博进行街舞教学的博文 在网络上面公开之后 就有7671个网友点赞 841个网友进行评论 594个网友进行转发 这便是网友对于王一博老师的 认可和支持 那么看了这期 这就是街舞的节目之后 作为关注的你 是不是也有所收获呢 又是否能够学到 王一博老师的街舞秘籍 从而让自己成为舞台上的街舞王者呢 我想这是一个值得观众思考的问题 也是街舞爱好者 关注王一博 还有这就是街舞节目的初衷 众所周知 前锋是长在王一博笑点上的男人 天天兄弟的感情就是这么铁 最近前锋在线视频 回应自己长胖了 被吵说长得像非凡哥 在线回应质疑说自己更像王一博 惹来粉丝哭笑不得 都说天天兄弟的关系很好 在节目上相互照顾 互相调侃 私下里更是其乐融融的一片祥和 前锋在长胖的道路上一去不不返 这也让最近一起参加汽车之夜的 天天兄弟前锋再次被刷上热搜榜 长胖了的前锋确实是有点形似非凡哥 对此前锋在视频平台回应了质疑 不仅澄清了传闻 还顺带着把好兄弟王一博也拉下了水 自己稍微装扮了一下的前锋 在线模仿起了王一博 带着眼睛大笑的图片 看起来还真的特别相似 这个视频一出啊 王一博的粉丝纷纷笑哭了在评论当中 觉得这两个人真的是有点像啊 不停的在安利说 如果在天妈这样的投位置下 王一博迟早都会成为前锋的 这个可能就长不住了 直接上图表达了自己的看法 两个王一博等于一个前锋 两人的画风是越来越相似了 在线担忧起了王一博会不会成为下一个前锋 粉丝直言呢 王一博长大之后千万不要学前锋 一定不能够胖出天际 不过也有不少人觉得 长在王一博的笑点上的前锋 估计多年之后会让自己长在自己的笑点之上 慢慢的就会成了前锋的模样 看过网友的这般调侃呢 也实在是没有憋住 确实前锋搞笑起来的样子太可爱了 看来王一博跟前锋的关系确实是好 可以相互调侃 相互怒怼 这么多年以来呢 前锋也是一直都在照顾着王一博 在前段时间的云视频当中 不忘叮嘱王一博要好好地照顾自己 好好吃饭 王一博生日的时候 也不忘记给王一博亲手做摩托车的模型 王一博这般受宠 被天年兄弟们保护得这么好 得益于低调沉稳的性格 默默无闻去暗自发力 凭借着自身的实力取得了现在的一切 这份努力赤诚的一面 更多的是兄弟们才可以体会到的 最近的王一博可谓是忙碌又辛苦 忙着拍戏综艺代言连轴转当中 每次天天向上录制 无意就成了王一博最放松的状态 在天妈这里就如同是回家一样 特别的放松 可以好好地跟哥哥们聊着天 吃着天南地北的美食 可以跟着学习不同的技能 要多放松就有多放松 无论是前锋带给王一博的幽默跟放松 还是汪海的智慧跟教导 大老师的辉谐分合 都让王一博吸收不同的养分 健康的成长 这就是王一博的幸运 也是他努力真诚换来的 最后祝福王一博跟前锋 好兄弟一起走花路 王一博千万别吃成前锋哦 吃瓜不停娱乐不断 感谢大家关注冰飞娱乐秀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 请给出您宝贵的赞 并且记得订阅我们的同时 不要忘记了点亮订阅右边的小铃铛 这样就可以在第一时间 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啦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拜拜